诶 诶 我觉得你瘦下来会很帅诶 你要不要认真减肥看看 真的吗 谢啦 嗯 你不用特别减了 活得开心点吧 娘冲 要吃晚餐吗 哦 抱歉 我等等要直接去健身房 哦 娘冲 这样要干嘛 哦 我要去健身啊 一天没健身了诶 这样不行 我想交女朋友啦 至少把体脂降到15%以下吧 身为羊虫多年的好友跟同事 我到底该不该跟她说 她的身材根本不差 阻挡她交到女友的是她那张脸 唉 算了 人活着总要带点希望吧 是否就算是悠悠春天 哇 太猛了吧 拍上去诶 然后我就跟她说 抱歉 我走错了 哈哈哈哈 哈哈 真的好好笑哦 唉 妆害好累 还是一个人在家好 你在跟谁聊天啊 齁 我在跟我的网婆聊天啊 我跟她在一起三天啊 天哪 我没办法接受网恋 虚无缥缈的东西 没办法给我带来安全感 不过是透过文字传递 就将其视为恋爱 根本超级自我安慰的 这是可悲自己的肥宅 我宁愿单身一辈子 也不接受网恋 对了 忘不上个前面也在做网工 你要吗 好 那加我 对我来说 出去玩的重点 不是看了哪个景点 爬哪坐山 吃了什么美食 而是回到旅馆 大家洗好澡 悠闲地看着电视 滑着手机 边吃宵夜 边聊着天 享受远离忙碌生活的惬意 蓝较大的小子 你是打不赢洋葱的 蓝较大的小子 蓝较大的小子 你说我打不赢这个屁股男 为什么 因为你惹火了洋葱 就这么简单 哦